这一期的节目中 小炮芙因身体不是一直不在状态 所以在做任务之前 陈小春命令小小春寸步不离地照顾小炮芙 而我们可爱的小小春简直把爸爸的话当成了圣旨 把小炮芙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 小小春一直没有专心地玩游戏 而是眼睛死死地盯住小炮芙 生怕小炮芙出现任何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 小炮芙的发姑因太松掉在了地上 小炮芙大叫了一声等一下 我的发姑 当所有人都还没有听到小炮芙说话时 小小春已经帮捡起了发姑 并轻轻地帮小炮芙整理头发戴上发姑 看着小小春一脸认真严肃的表情 小编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档亲子节目 而是在看一部爱情片啊 事后 陈小春问小小春为什么能这么快意识到给小炮芙整理头发 小小春皱着她的波浪眉 认真的说道 因为我要让她变美 原来在小小春心里 让炮芙变美是她的义务啊 不得不说我们的团宠小炮芙真的是太幸福了 有了春哥的宠爱还不够 现在还多了小小春的照顾 既然陈小春一家都对小炮芙这么好 那么陈小春也不用生女儿了 让小小春长大后把小炮芙娶回家吧 好